位于云南秋北地区的蒲者黑不仅是远近文明的玉米之乡 这里独特的卡斯特地貌和充足的阳光也使它成为了葡萄的天堂 今天我们就将跟着Johnny到云南蒲者黑的蒲园中漫步 一同感受高原葡萄的独特魅力 我们整天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葡萄酒都不是一天建成的 全世界每个不同地区葡萄酒这么开始 都是从这么小小一个苗开始出来 我们后边这不是在西班牙 这是我们的云南高山上面 是不是有高原的感觉呢 不用说话大家就知道了 这是我的好朋友老刘 欢迎欢迎啊 欢迎欢迎 这个更老虽然他很年轻 年轻但是是老朋友 他年轻 但是我给你知他差不多有20年了 是 小羊 这就是老刘的蒲园 他在云南种葡萄已经有8年了 问他为何要把葡萄种在这里 他自有一半道理 这个地方是比较典型的卡斯特地堂 它的土壤是石头分化的 杀性土壤 它比较沥水 因为云南最大的弱点是衣水多 所以我们显示这个比较阳光照比较好的坡地 有紫外现象 他在云南种出来 就是说跟其他这些葡萄品种 同样品种对比 他有自己个性 这里刷开品以后喝那个酒 就喝到我们这个 秋白卡斯特地貌的土地的气味 对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对 这个就是葡萄底下最多的一部分 真正云南的味道 小杨还告诉我们 为了适应云南独特的地貌环境 他们现在仍要使用传统的耕种方式 这个就是最传统的农业工作模式 葡萄面积相对比较小 机械化作业它就难度比较大 而且不经济 那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最原始的这种 刀工活动牛拉工地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全部是牛拉这个爬里来拌一些地 这个才是好 因为小面子慢慢才会很细心地去 去把它种植得更好 对 雕根细种 你看这个配合适应 每个不同的环境 种葡萄 为什么口味不同呢 因为不同的地区环境 葡萄的不同的口味 你看 它也一样 虽然是长大高 也有高原反应 对 是反 传不定 床的时候 要站着休息一下 好 OK 来 站 你看 自己 经厌一下 评认一下 才知道 每一杯葡萄酒